来,我们看立题7,随堂练习的7 已知到数列前N项的和是SN 等于-N平方加6N 现在求A1 A1怎么算 A1是不是就是S1 因为前一项的总和 所以你N就带1 所以老师这里帮你写了 N把它带1 N带1带进来-1的平方 加上6乘上1 算出来就是5 所以第一小题A1的值就是5 没有问题 第二小题A4 A4就是前四项的和 减掉前三项的和 所以我这样写 A4就是前四项的和 减掉前三项的和 前四项的和 你N要带4 所以这里就写-4的平方加6乘上4 没有问题 好 好 我用绿色的帮你框起来 免得你乱掉 这样OK 好 再来前三项的和 前三项的和 我就是N要带3 所以我用橘色的帮你 前三项的和N带3 橘色的 也就是负3的平方加上6乘上3 好 这里小心计算就可以了 4 4 16再加负号-16加6424扣掉33得9-9再加6318 对不对 好 再来 24-16 8 18-9 9 中间加一个负号 8-9-1 算出来了 所以第四项是-1 好 再来 叫你求一般向AN的公式 我们刚才有经验了嘛 我求A4是不是用S4-S3 那如果求AN不就是用SN-SN-1项的和 对 所以这就写关键的关键在这边了 这两个互通哦 我帮你拉过来 好 SN怎么做 SN题目有给啊 是不是-N平方加6N 在这边 那SN-1怎么做 SN-1就是你原本的N的位置要用N-1带 所以-这里N要变成N-1的平方 这边要变这样 原本的N要带N-1 所以这里就要小心像老师这样写 前面这个照钞 后面这个把它展开 N-1夸二平方是A-1夸二的平方 等于A平方-2AB加B平方 也就是N平方-2N加1 展开在这里 6乘3N加6N6乘上-1-6 这里有一个负号 OK 你把它这里展开 哦 负N平方-2N-1加6N-6 OK OK 好 来哦 这里是N平方 负负得正 这里有一个负的 负N平方加正的N平方 NN消掉 N平方消掉 好 再来 2N加6N是8N 但是要减掉8N 这里是不是减掉8N 所以6N减掉8N是负2N 我这里用红色的句子帮你标出来 再来 绿色的 负1-6叫做负8 跟正 负1-6叫负7 但是前面有一个负号 所以是负负得正加7 我帮你用这个 绿色帮你标起来 所以算出来 原来AN像怎么表示 就是负2N加7 N一定要大1等于1 对不对 N至少1 这样就可以算出 AN像的一个表示方法 讲完